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突累指数60点热门板块中金公司发表报告指出 预计上半年中国房地产市场可能会出现快速恶化年初 全国销售面积恐同比下降10%以上 板块内个股息数收跌融创中国 01918以9.22%的跌幅领跌 中国恒大 世贸房地产 华润置业和碧桂园 跌幅均超百分之路 银行业异地非石牌机构 规范出台内银股普跌 甘肃银行02139 跌12.73% 交通银行 建设银行跌近百分之三 工商银行 农业银行跌超百分之二 内闲股与中资券商股 亦遭受重挫热门股方面 三日内生于两倍的次新股 HONCORP 08259 大幅回调收跌29.27% 报1.45港元 全日成交额达1574.21万港元 早盘 一度涨近6%的丰盛控股 006075后开始变点 跌过停牌前低位收跌8.89% 报1.64港元 全日成交额达1.18亿港元 受油价颓势影响中海油00883 早盘小幅高开后 震荡走低 午后跌幅进一步扩大 收跌6.45% 报价11.32港元 全日成交额达7.72亿港元